這條數如果我們把等號左手邊的東西 group 起來的話 我們就會有抽個 y 出來 2x 減 5 右手邊剩下的那些東西就等於 2x 減 5 x 加 1 減 6 剩下的就容易做 y 將會等於 x 加 1 減 6 乘以 2x 減 5 又是同一個討論 我們要得到的最終目的就是整數解 也就是x 和 y 都要是整數 這次我們這個主角是 y y 需要整數的話 那裡面每一個 term 這個 1 當然是整數 這個 x 我們暫時不要管 那我們 solve 到出來 都會是整數來的 因為題目要求 而剩下的這個物體 這一大個份數 都要是整數 那我們就留意看看 究竟這個物體可以怎樣變成整數了 那首先我們看到6 over 2x 減 5 這東西需要整數 那就是2x 減 5 這東西需要6的因子 那由這東西我們會得出 2x 減 5 那6的因子就不是很多 那有正負 1 正負 2 正負 3 和正負 6 那但是 x 呢 它只可以是整數 而我們細心一點看看 這一塊東西 2x 減 5 那如果 part 任何一個整數下去 乘以 2 那這個一定會變成偶數 那但是這個一定會變成偶數呢 再減 5的話 那這個就一定會變成基數了 那既然我們已經知道這一塊東西是基數的話 那我們剩下的因子裡面 不是基數的呢 那可以通通都不需要考慮 那這個沒有了 這個沒有了 我們就剩下四種情況需要討論的 就是2x 減 5 等於正負 1 又或者等於正負 3 那然後我們就可以找出這個 x 是可以等於什麼了 那這個 x 呢 那有四種情況 那會有四種解 分別就是 3 2 那 3 和 2 就對應正負 1 然後就是 4 和 1 那這兩個就分別對應正負 3 那帶回去上面的這一條色度呢 也就是我們最開始原先說的這一大條呢 那帶回去呢 我們就會得出相對應的 y 了 y呢 就等於 就是 -2呢 9 3 和4的 那所以呢 今次的 xy呢 那總共有四組解了 那寫多一次了 那第一組解就是 3 -2 第二組呢 就是 2 9 第三組是 4 3 第四組是 1 和4 那就是這四組解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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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